2017年,中国用掉了近6.3万亿度电 其中约4万亿度来自燃煤发电 每一千克煤可以换来2.3度电 为了这4万亿度电 中国每年都要烧掉17亿吨煤 每天相当于70条辽宁号的重量 这些煤从哪里来? 煤是如何变成电的? 打开中国人均GDP排行榜 排在第一的不是北上广 而是鄂尔多斯 这多2017年人均GDP高达23.5万元的城市 生产了中国17%的煤 创造了3000多亿GDP 中国的煤主要产自华北和西北 但中国的电力消费却集中在东部 仅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城 就用掉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电 因此每天都需要有近600万吨的煤 跨越近千公里支援沿海 中国有三条年运量上亿吨的运煤专线 1992年通车的大秦铁路是运量最大的一条 从山西大同湖东边组站到河北青黄岛港 大秦铁路每天开行65列2万吨级重载列车 每列212节车厢 长度相当于12列和谐号 列车到达青黄岛港后 每一经过转筒式翻车机卸下 再被装船运往南方 大秦铁路的全程运价为每吨65元 青黄岛到上海的海运价格为每吨38元 算上运费后 每吨煤的包油价大概是500多元 送到电站之后 煤会先被存放在堆厂 这里会有20天左右的库存 随后再被传送带送进发电机组 发电机组主要包括锅炉 蒸汽轮机和发电机三个部分 煤在进入锅炉前将先被碾碎 随后被热空气吹入锅炉 锅炉会将水变成蒸汽 蒸汽轮机就像是被风吹着转动的风车 只是这里的风变成了高温高压蒸汽 带动发电机转动发电 火力发电的关键在于提高热能到电能的转化率 卡诺定律告诉我们 热机的最大效率只与高温热源与低温热源之间的温度差有关 输入蒸汽轮机的蒸汽的温度和压力越高 转化效率就越高 电站一般会通过使用多级蒸汽轮机和蒸汽载热技术提高转化率 转化率一般在33%到37%之间 而地球上效率最高的发电机组是山东莱武电厂6号机组 热效率可以达到48.12% 我们在高中学的交流发电机是单向发电机 通过变化的磁场产生单向交流电 这种发电机结构简单 但是顺时功率在每个周期内随时间有很大的变化 不利于机组的稳定运行 电站常用的是三项发电机 三个乘120度夹角布置的绕组 可以产生三组频率相等 状态相差三分之一周期的交流电 这三组交流电的顺时功率之和 在任何时候都相等 因此可以让发电机稳定运行 我们用的单项交流电就是取得三项中的某一项 电站中产生的电力将通过变压器升压后送上电网 再经过多次变压最后降为220伏的试点送进你家的插座 中国去年因为燃煤发电排放了60亿吨二氧化碳 占全世界碳排放量的六分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如此巨量的排放也是华北空气污染的部分成因 为了控制雾霾 博物院在2013年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根据这份文件 金经济地区将禁止兴建燃煤电站 逐渐以其他更清洁的能源替代燃煤 2017年初 北京终于关闭了最后一座燃煤电站 将供电的重任交给了燃气电站 但不到8个月 北京就因为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 不得不重启燃煤电站 我是聂峰宇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微信知乎B站搜索灰心针PaperClip 关注我们 最近我们收到了由弗林科技出品的 岩智能3D打印机 配合手机APP 可以轻松打印海量3D模型 比如视频里提到的这个蒸气龙机 这款智能3D打印机线正在众筹当中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京东众筹支持他们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